会议至通膨,台湾央行回回十年,首度升习一马 日本福岛基点四强镇已知三元死亡,超过两百人受伤 部分半导体厂停电停工 为躲避战火,成千上万乌克兰人被迫离开家园 新唐人记者带您直击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 台北国际烘焙展登场,总统参议文据此表示 政府已机动调降原物料关税,减轻民生负担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,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管间八点新闻